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國恆電訊 我們在10月26日, 你有留意我們Facebook或Youtube 我們在10月26日拍過一條大概20分鐘長的開箱影片 就是介紹華為MateTime,即是Mate10 如果你想翻譯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進來 你可以打開Youtube, 搜尋這個名字 之後這條影片就在這裡 這條影片就非常詳細介紹過華為MateTime, EMUI8和Android 8 Oreo系統的功能 為甚麼今天我們又重新再拍這條影片呢 主要呢, 今天這部Mate10已經fresh了國際Warm 國際Warm就是廣Warm 我們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開機的setup來的 我們現在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26日那條影片呢, 就是國內Warm來的 今天拍這條影片呢, 就是國際Warm, 即是廣Warm 你見到啦, 開機已經是可以 它有提示的那個Google服務的 你見到啦, 開機已經是可以 它有提示的那個Google服務的 好啊, 它的Model number已經變成ALP-L29 這個是國際Warm的Model number OK, 我們成功進入來了 那現在這個就是國際版的那個UI介面 那, 我們遜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那, 出廠是有整套的Google服務的 那, 輪到第二頁 那, 如果你想比較一下國內版和國際版的那個 UI出廠App, 出廠的Apps 有什麼不同呢, 或者少了些什麼呢 那, 你去回我們剛才的Youtube那裡 那, 你拉到第17分鐘, 那就是有介紹那個出廠Apps的 OK, 國際版的出廠Apps呢, 會比國內版的Apps呢, 出廠的Apps呢, 會少了的 那, 就看看你自己平時用什麼Apps 因為有些人是會有關注那個出廠Apps的 那, 設定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了 兩者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 我們按回關於手機 那, 剛才有提過, 那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型號會轉, 轉回國際版的那個型號 那, 大家都是行雙白的 那, 都是6GB RAM 加128GB 那, 只要是Mate 10系列的話呢, 都是可以轉回國際Warm的 那, 所以, 大家如果想轉回國際Warm的話呢 那, 你們可以聯絡我們啦 那, 或者你可以在我們這裡, 國人電訊這裡購買 那, 我們會順手幫你轉購的 那, 我們都很歡迎外面的街客 如果你有機, 有機的話呢 都可以聯絡我們國人電訊 我們會幫你轉回國際Warm的 那, 我們的WhatsApp 那, 我們的電話和WhatsApp呢 就是979643200 那, 我們就比較喜歡WhatsApp聯絡的 那, 因為電話有時太忙就沒有聽到的了 那, 大家最好就WhatsApp聯絡我們啦 那, 查詢一下 Fresh國際Warm的詳情的 那, 在這裡多謝大家支持啊 支持我們國恆電訊 下一次有生機再介紹 再見 再一次, 請你再介紹一下 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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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